先来看一下本期长行讲座的基本形状 黑棋心无有脚布局 可以说是现在是最流行的 也可以说甚至于来说有点这个泛滥 那么接下来白棋封头 黑棋逼过来 白棋拆三挂脚 黑棋小飞 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那么接下来白棋补 就是说补一个或者说飞一个 甚至于直接补一个或者说跳起来 这个种种下法都有 每种下法都有它相应的一些变化 那么白棋在这边还有一种下法 还有一种下法 有时候还有一种下法就是脱线 在外面抢弹大厂 当初白棋已经有两个子了 或者是他抢弹大厂守个脚 或者是抢弹大厂在底下走一个等等 就是说呢 在这个情况下白棋 脱线不走了 那么这个脱线不走了以后 这个地方 白棋好不好 可以棋 接下来有些什么手法 有些什么厉害的手法 那么呢 我们呢 本期呢 就给大家来研究一下 作为黑棋来说 你白棋不走 那么我当然是 就毫不犹豫的 需要打入 你是拆三 你拆二嘛 这个就算了 既然拆三的话 那我肯定毫不犹豫的要打入 打入以后 这个白棋呢 怎么处理呢 其实呢 也比较简单 也比较简单 白棋首先肯定是不能去跳 这个跳 黑棋一分断你 这个是两边都不合 黑棋周围这么多支力 你这个是在中间去走固棋 这个白棋呢 肯定是不行 跳这边 道理也是一样的 黑棋呢 就可以压住就是 这白棋都没什么意思 急急忙忙去火脚 这个也不行 拖了连班 想火脚 这个也不行 这个火脚呢 太大了 这个外面呢 太大了 黑棋就打到街上 那么白棋如果爬过来呢 那么我就立 那么我就立 这个白棋呢 依然是两块 不活得起 如果你去吃 吃这个角 那么黑棋 先去两个子 稍微便宜一点的 再一打 虽然这个活了两个角 但是这个外面 这个外面这个损失实在太大了 我们把这个 有时候拿掉一看呢 这个结果 可能呢 就是说 白棋还能接受 还不错 吃了这个角 但是再白两手棋 这个和这个交换 大损 这个和这个交换 也是一个大损 这个白棋呢 肯定是完全不行 那么 就是说 在被黑棋 打入以后 白棋去活脚 或者是单纯的逃跑 肯定是不行 那么白棋呢 在这呢 也只有一招 也只有一招 就是二路拖 寻求这个联络 寻求这个联络 那么接下来呢 黑棋呢 势必呢 也要这个 分断这个白棋 势必也要分断这个白棋 虽然 也有这个黑棋 顶完了 搬过来 经营这个外面模样的 这个下法也有 但是作为白棋之身来说呢 它是没有什么好怕的 是吧 反正你不把我 这个子和这个子分断 让我联络起来 这个白棋呢 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虽然黑棋也有这种下法 那么黑棋呢 它肯定 它这个 想要的啊 这个手段 墙内的手段 就是要把你封断 那么封断这个白棋 黑棋有两种方法啊 一种是 搬在这边 一种呢 是搬在这边 这两种搬呢 就是说呢 都可以啊 白棋的都需要 这个小心的防备 我们先看看 从这边搬的变化 从这边搬的变化 这个搬了啊 白棋肯定要断 这个这个是没没办法 这个是要断的 那么黑棋呢 就打吃 白棋啊 从上面吃啊 看上去必然 但是呢 黑棋也就沾上 拍膝 啊 黑棋就拐 在这个地方呢 黑棋呢 似乎稍显委屈啊 稍显委屈 从这个二路拐过 不过呢 它这个 吃掉这一个子啊 也是 非常的厚实 同时呢 这边呢 也会变得很结实 最关键是呢 白棋虽然 上面走着两下 但本身呢 还是一个 就是说 骑行不好的姑骑 那么你上面打完以后 再从这里打 这个就打不着了 这个就打不着了 那么你再打的时候呢 黑棋啊 这个就 就会跳 这个跳 结果呢 这个时候黑棋 很舒服的 这个脚 挖住了 这拐回来以后呢 日本勿许呢 也很有收获 而这位白棋自身来讲呢 还是欠一个 很大的毛病 这个断点 白棋手里呢 自己 还要补一手 还要补一手 那么黑棋 通过这个 先手打入 这个打入啊 打入了这个先手 就是说呢 在这个牧手 和这边的牧手 都获得了很大的便宜 而白棋呢 只是呢 把自己呢 补得呢 稍微呢 强了一点点 稍微强 因为即使这样 以后呢 被黑棋提掉以后呢 这块棋啊 还是呢 没有明确的 两个眼 依然呢 要被白棋攻击 或者说 被白棋呢 这个 生瓜 依然要被白棋 那么这个结果 白棋呢 是不能满意的 当然你直接跳呢 也可以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这个结果呢 还是差不多 反正你不交换呢 你也没什么棋下 你要是飞这个呢 就被人家爬一下 这个形状呢 也非常的差 这个形状也非常的差 黑棋在肩住 依然没有眼 所以一下子就没有眼 目数好一点 那眼味差 所以这个结果来说呢 是白棋呢 不能满意的 被黑棋先手 抛掉这个底下以后呢 自己还没有活 那么当这个黑棋啊 打的时候啊 当那白棋 断黑棋打吃的时候呢 白棋正确下方呢 是现在拐打 现在拐打 先不从上面打 先从底下打 瞄着呢 要求呢 从这里呢 这个短脚 轻快呢 就地做活 首先黑棋 不能下的一步棋 就是提啊 这个看就按打吃 我就提掉 这个可是一个大热手 可能你现在在提的话 那么白棋在一般 这个黑棋 一下子就大亏 你等于还是得团 还是得拐过来 那么很明显 无形中啊 刚才白棋 这个打吃打不着的地方 等于他现在打的时候 你提了一个 你没有去跳这个 被白棋直接点脚 也活了 等于上面也被白棋打着了 下面也被白棋打着了 这个黑棋肯定是无法接受 这个是亏的比较大 那么这个棋应该 在白棋拐打的时候 黑棋现在呢 也不能手脚 那我手脚 等于你再打我张三 那么现在呢 白棋他就不会从这里打 不会从这里 白棋他就会从这里掐打 大家注意 那么你不能长啊 怎么提啊 那么再一打 这个形状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形状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你再爬他就提了 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黑棋不行 黑棋不行 所以拐打的时候呢 也不能 黑棋也不能手脚 那么白棋呢 这个棋呢 就说应该是什么呢 张三 应该是张三 那么黑棋应该是张三 这个张呢 是棋型的要点 不让白棋呢 上面的这个利用 当然 长 不好啊 长呢 你为什么先手提一个 你还得张三 那等于就是人家提的时候 你弯了这个 是吧 所以呢 这个棋啊 刚张三 接下来呢 白棋 颠角 白棋颠角 黑棋冲 白棋就地做活 黑棋冲 白棋拐 黑棋呢 也就拐一个算了 拐一个算了 白棋呢 做活 黑棋打吃以后 拖鞋 他走也行 分布这个头 也可以 拐二呢 也可以 等等 那么呢 这个形状 这个结果呢 怎么样 这个结果怎么样 被黑棋打入以后 走成这样一个结果 怎么样呢 我们呢 认为呢 就是黑棋呢 还是不错的 黑棋还是不错的 怎么分析 我们来换一种 这个我们常用的 这个首歌方法 把这个呢 次序呢 打乱一下 打乱一下 我们就来看一下 依然呢 把它还原 白棋挂脚 黑棋飞 这个是 都没有什么问题 你飞这个 我拦住 我拦住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白棋接一个 黑棋挡住 这个结果呢 也可以上一个 正常定时 或者说呢 白棋呢 稍微满意一点 稍微稍稍满意一点 这个呢 稍稍得一点分 但是接下来 我们再看看啊 白棋这个打入 和黑棋这个拆 交换 白棋呢 本身就不见得好 本身就不见得好 那么最关键的损失 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给大家看看 最关键损失 白棋跑来顶一个 和黑棋顶一个交换 这个呢 本身就有损失 就有损失 就把前面 你可能稍微 便宜一点点的损失 给损失出去了 最可怕的一个交换 是什么呢 是这个 白棋搬了一下 和黑棋挡住交换 这个可以说是大损 这一搬一交换 把这个子的活力呢 彻底给卖掉 彻底给卖掉 那么剩下的 黑棋几页 和白棋虎的这些交换 这个交换 黑棋是正常的 那么呢 把吃 白棋拐一下 这个黑棋也不损 那么呢 就还原出我们这个形状 所以我们认为呢 由于刚才 这斑和拐的损失比较大呢 所以认为这个结果呢 还是呢 黑棋呢 稍微呢 得分一些 得分一些 不过白棋呢 就白棋而言 由于黑棋子力周围 子力也很多 他倒入了帮下去以后呢 白棋呢 也没有什么 这个好的下方啊 只能呢 呃 退让一下啊 在周围 对方子力多的情况下呢 退让一下呢 呃 算了 只能说 只能说是这样 结果呢 还是黑棋 稍便宜一点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时候呢 就是 在这个地方呢 黑棋冲 白棋搬的时候呢 呃 黑棋用墙这个挖呢 呃 不见得很好啊 不见得很好 虽然也有这个手段 但是呢 不是很好 白棋如果吃 那当然黑棋便宜了 黑棋可以把这个脚上这个纸给吃掉了 那么白棋可以粘 你在粘回来的时候 这时候呢 白棋可以爬一下 可以爬一下 呃 不能直接镀 直接镀被这个一拐的话 这个局部这个眼位有问题 这个白棋不太疼 所以白棋可以爬一下 黑棋呢 只能退 白棋呢 再度过 白棋再度过 这样活脚呢 就活得 比较大啊 比较大 黑棋呢 而且自身呢 相对于比这个拐的形状呢 又薄不少 那么黑棋最炒的呢 顶多呢 就是追求 能够追求一下这个 提的先手味道 提的味道 因为提完以后有个扑 但是这个呢 也很难就是说 便宜得到啊 这下能不能便宜得到 是个问题啊 白棋都万不会理 以后你到底能不能扑进去 这个呢 是个稳 是个就是说 还要根据劫财啊 全局的情况啊 实在扑 实在就是说 能扑进去呢 白棋就算粘上 你粘上的话呢 你虽然有收获 但是呢 就是白棋脚上呢 也是活了啊 你等于花了一手棋 两手棋啊 这个呢 就是说 黑棋能不能成立 这个呢 成功的概率啊 比较小啊 比较小 所以呢 没有这个 太大的这个必要 太大的这个必要 黑棋呢 拐一个呢 就很好啊 就很好 这个结果呢 黑棋还是呢 稍微呢 黑棋要便宜一些 要便宜一些 那么呢 这个变化 可以说呢 呃 是 当白棋拖的时候 黑棋啊 从这边搬 从这边搬的以后呢 双方一个呢 就是说 必然的变化 黑棋呢 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呢 黑棋还有另外一种下方呢 就从这边搬 从这边搬 这边搬啊 在我们可以说 在这个黑棋 增值有利的情况下 应该说呢 还是这个是 呃 非常有利的下方啊 非常有利的下方 那么牵扯到什么 蒸子呢 我们来看一看 当这个时候 同样 白棋呢 也得断 是吧 那么黑棋再吃 这时候白棋 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从上面 这时候不能从这边吃的啊 这边吃这个 被黑棋张起来以后 你这个人 那个情况不一样 没有什么点脚的时候 这个白都不行 白的一样得从上面吃 把黑的沾上 白的压住 这时候啊 黑棋如果只是简单的 爬回来 那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个白棋 就打成 从阿鲁 打成了它 甚至于直接点 或者是拖了弧 拖了弧等等 就是把眼尾做好了 就可以了 这个黑棋 从阿鲁爬回来呢 是没什么便宜的 那么黑棋 走成这样的形状以后呢 不能软弱 不能软弱 不滑这边从这边 这边拐它就长 这个形状一看就是黑棋呢 比较差的形状 所以 对于这个 其而言 黑棋 最厉害的下方 就是 断 直接断开白棋 直接这个 断开白棋 这个白棋呢 会有一些这个 头疼 会有一些头疼 白棋 直接吃 那以后 力 这个杀气是不够的 局部杀气是不够 那么黑棋呢 就是说 护住 虽然你上面还能打一下 以后呢 甚至于这个小尖 都是先手 但是呢 这个结果来说呢 还是黑棋啊 吃掉这个脚上的木树 实地太大 这个实地太大 白棋外面等于 有这个 长流这个断点 还得补一手 是吧 这个白棋不满意 补一手以后 还是一层 我们俗生破皮 这个就是说 还是没活的 这个概率呢 比较大 这个白棋 白棋呢 需要呢 就是说呢 把这两个子啊 不能死 需要呢 需要把它这个 跑出来 那么断打以后呢 白棋呢 整个这个拖 吃这个 这个是 不好啊 这个不好 因为你吃 你冲 首先第一 你要满足一个前提啊 是真子有力 如果你这个 真不死人家 不能再一断 这个白棋啊 就完了 这个白棋就完了 那么即使在真子有力的情况下呢 黑棋呢 也有棋下 它可以加住 它可以加住 你这里不能再硬了 是吧 你要是硬了 它就已经真子 真不是人家了 如果你要虎呢 那么这个被人家断吃掉 这被人这个全给吃掉了 这一块空呢 实在是围的太大 这个白棋呢 不太满意 如果你不想被吃呢 你得走出这个 冲刺的属手 然后再虎这个 但是这样呢 被人家一打了以后 这块棋 离死呢 也差不了太远 离死也差不了太远 这里还得接着走 不准备黑棋一般 还是麻烦事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白棋呢 不行的 那么白棋局部的好的手段呢 就是直接拖 先不顺 上面 直接拖 直接拖 比较好 那么如果你敢扳 那我再打出来 这个不一样 这个我已经把这虎口虎好了 跟真子也没关系了 跟你这个以后 加这些线索都走不着了 我都可以跟着硬了 都说你还是小心 我随时一拐 你这个黑棋就死了 所以黑棋呢 也不能扳这个 也不能扳这个 这些呢 虽然复杂 但是呢 它都是一些这个必然的变化 那么黑棋张上 防止白棋打出来 那么白棋长 那么这个到此为止 从这个扳下来 到此为止 可以说是必然的 那么接下来黑棋扳下来 它能够扳下来 我们所说的真子就出现了 就是这个真子 黑棋能不能断 如果黑棋不能断 只能从二路爬回去 那么呢 这个棋 白棋呢 还是可下了 还是 白棋呢 还是可下了 可以呢 接受 因为它从二路爬过去呢 我并掏了一个脚 以后呢 再怎么处理中压 甚至于我这里先 再得点木 然后再处理中压 也可以考虑 但是呢 由于这个选择权在黑棋这一番 一般黑棋扳的时候呢 有可能 这个 就直接能断上去 那这个威力已经不一样了 你打车 我一推 你针不死我 刚才是从二路爬过 现在等于就直接从事故 把你这两个子就给掉了 等于就是 那么这个结果呢 白棋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呢 根据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黑棋如果这个断 它能够成立的话呢 那么白棋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说呢 白棋呢 是不行的 只能跳 它不是从二路爬过 它是从事故把你盖死 那白棋结果呢 不好 也就是说 被黑棋扳在这的时候 白棋这么下法呢 不成立 而黑棋 他选择这个扳的时候呢 往往他可能早 早就呢 预先考虑到 这个真子的问题了 考虑到这个真子的问题 也有可能 白棋呢 不好的概率呢 非常的大 那么呢 白棋呢 当然呢 也会看到这一点 也会看到这一点 也有一些呢 临时呢 这个应急的招法 有些临时应急的招法 比如说 当黑棋扳这个的时候呢 白棋现在拖这个 现在拖这个 这是一个临时应急的招法 黑棋扳 如果你扳的话呢 那我就断 这个等于我就是拖到了一下 这个等于 这个等于就是说 我拖着了这一下 你再断的时候 我再打 就说已经拖着这一下了 这个是这个目的 但是呢 虽然 你就这个临机的方法 但是呢 这个手心呢 也不会是什么好棋 黑棋呢 也有种种的应对 第一 它就可以吃掉 这个吃掉也是 这个损失太大 这样的手 本来你托我肩 好像不是棋 但是有了你这两个帮忙 这个完全是手势太大了 黑棋呢 也可以下 它也可以下 你长 那么我就束手 一长 这个呢 黑棋棋心呢 也还可以 你要虎这个呢 我就搬住 你搬这个呢 我就断 这个黑棋呢 也可以 也可以 要不然黑棋呢 就粘上 也可以 这个 现在你这边呢 损得很大 损得很大 这个黑的呢 也是可以考虑 即使 我就帮助 也没什么不行的 你这两个也是很损 你这个白棋再断的时候 我黑棋吃 由于有了你这两个的损招 那我就不断这个了 我就不断 我就去拐这个 这时候可以拐 那你 当你长的时候 你这个 不能虎 也不能虎这个 虎这个被打一下 只能张上 那么呢 我再立下来 这个黑棋 也没有什么 不能接受的 这个等于就是什么呢 本来我说 我们前面说拐 长 这个黑棋不好 我等于防守了一个 这样的黑棋不太好 但是呢 有了你这一挤 和我立的这个 你这两个大恶手的帮忙 那么黑棋呢 也就可以接受了 本来是 就这样一个形状 就是说你有了这两 这两手 这个大恶手的帮忙 那么黑棋呢 也是可以 可以下的 可以下的 白棋呢 也谈不上的 有什么任何的好处 任何的好处 那么 所以说 对于这样一个形状 这样一个形状 黑棋 这个打入以后 白棋拖 不管黑棋 从这边搬 这是 还是从这边搬 这个选择呢 当然全力呢 是在这个黑棋手里 不管是从哪边搬 黑棋 都会有呢 这个呢 不错的结果 不错的结果 另外 另外 另外就是说 黑棋 对于这个形状 还有一些 这个其他的找法 比如说 我不打入 它肩顶 我先肩顶 如果你这个 长一个 如果你长一个 那么呢 我再打入 这个呢 也是有的 白棋压呢 我立下来 你走这个呢 我退 我搬过 这个下方呢 黑棋呢 也很有利 也很实惠 由于我这边有指 你现在这个拖呢 好像还不行 它可以搬下去 这个变化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如果你 这个立下来 不然你这个打入 那么黑棋这里 还有靠 种种的抢手 这个也是 很厉害的下方 你搬上面 那么它就一退 这个很难 这个已经很难收拾 你压呢 它就底下搬 你走这个 它就拐出来了 你搬底下呢 黑棋还有 这个小街 等等的抢手 看上去 稍微有点奇怪 这个小街 但是呢 它是这个 很难应付 很难应付 你要是退呢 黑棋就直接护住 就可以 压迫你 这个这个棋 全下到二路去了 你要打吃掉呢 黑棋呢 就从这边护住 就从这边护住 这个 这个形状 白棋也是 非常的难受 黑棋这边 锁得也很多 锁得也很多 所以说 这个棋呢 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 白棋拆伤 黑棋飞了以后 白棋脱鲜的情况下 黑棋 不管是 这个打入 或者说是 这个肩底 来说呢 都是啊 这个 非常 有利的招法 非常有利的招法 而且 所有的选择权 也都在呢 这黑棋的一方 黑棋的一方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些研究啊 我们认为啊 我们认为呢 当白棋拆伤 黑棋 飞的时候呢 呃 奉劝大家呢 在实战中呢 呃 还是呢 尽量啊 尽量的 补一手啊 补 就是接着下 在这个局部接着下 呃 跳一个也可以 飞一个也可以 等等 尽量在这个局部接着下 呃 不要拖鲜 不要拖鲜 呃 因为拖鲜以后 黑棋它有种种的 严厉的手段啊 而且黑棋呢 有多种选择 白棋的这个 危险性呢 它可以说是 这个是 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 如果你实在要拖鲜呢 那你一定要准备好 对付黑棋这些啊 种种 这个严厉手段的方法 好 本期的讲座呢 我们就给大家呢 呃 讲解到这里 嗯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